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凭身份证明 委托书向公安交警部门申请延期办理 本人不需要回国 对无法提交身份证明 委托书原件可凭护印件或者影音打印件办理延期业步 二 便利回国换领驾驶证 境外中国公民因故无法于2023年底前回国 导致驾驶证逾期未换证未审验的可以在回国入境后 六个月内补办手续恢复驾驶资格 三 便利持境外驾驶证换领中国驾驶证 境外中国公民入境后持境外驾驶证办理换领中国驾驶证的 境外驾驶证有效期与其未超过六个月可正常的申请换领中国驾驶证 其次 推行两项便利办理身份证业务措施 一 便利委托待版居民身份证 境外中国公民因新冠疫情未能及时办理身份证 期满患证的可以委托国内亲属 向其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或者是户证办证大厅 代委提交患证申请 公安机关核实受托人的身份信息 线上审核证明材料 按照有关规定受理签发制作和发放证件 二 便利回国就近 换领居民身份证 境外中国公民因新冠疫情未能及时办理身份证 有效期满患证的 如今后可在全国任意户籍派出所 就近办理身份证换领业务 最后 推行便利查询出入境业务和管理政策 一 境外中国公民如需获取本人出入境证件 出入境记录等信息 可登陆国家移民管理局 政务服务平台查询下载 如了解中国出入境管理政策 可拨打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 24小时服务热线 12367咨询 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 早前宣布计划在未来三年引入 145万新移民 目标是在2023年接收 46.5万名新永久居民 2024年48.5万人 2025年50万人 IRCC表示 该计划旨在帮助吸引 关键部门的劳动力 包括医疗保健技术行业 制造和技术 一些专家表示 增加移民数量的计划 可能会缓解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压力 但需要做出更大的改变 以确保这些新移民 与急需填补的工作岗位相匹配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他们的技能资格和经验 多伦多都会大学高级政策研究员 前安省移民部副部长 Niami表示 提高移民水平 只是开始解决这些需求的一种方式 该计划应该成为 解决零食工国际学生 和更多工作岗位的 更广泛的举措的一部分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新移民在某些行业的人数过多 包括运输和仓储 住宿和食品服务 与加拿大出生的工人相比 移民很难看到他们的技能和学历 得到充分的利用 多伦多移民律师 何塞斯表示 加拿大的移民政策造成的雇主 正在寻找特定技能 与被批准的移民技能之间的不匹配 这种不匹配 是一部分国际学生 Niami指出 加拿大依赖零食工来填补长期缺口 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导致几乎无法激励改善零食工的工资 工作条件或支持 他补充说 加拿大的移民政策 似乎专注于需要更高水平培训和教育的工作 这成为许多外界劳工和国际学生 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障碍 事实上 加拿大的大部分劳动力短缺 是在需要较低教育水平或经验的工作中 也就是许多临时工和学生 目前正在从事的工作 他说 联邦政府应该扩大其范围 优先考虑更多这一类的工作 现在这里有越来越多 拥有临时身份的人 无法获得永久居留权 加拿大32岁的女子 Nico Victoria 是一位作家和投资者 更难得的是 她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 Nicole的家庭并不富裕 童年持续家庭开支特别紧张 因此也促成了她 希望努力学习金融知识 摆脱窘境 Nicole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当地的快餐店 Windies担任收银员 虽然她非常的努力挣钱 但她需要 知道真正需要做一些 改变命运的事情 19岁的时候 Nicole靠着学生贷款 上了大学学习商科 一边上学一边在餐馆工作 23岁毕业时 Nicole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年薪 4万3000元的工作 不过同时 她也背负着4万元的学生贷款 于是 她也在周末做接待员的工作 从小的生活环境 让Nicole意识到 她的父母因为仅靠薪水生活 所以没有能力存钱 买任何的东西 因此Nicole不仅学会了节俭生活 也试图开拓更多的收入的渠道 她发现 升职并不能完全改变她的处境 很多身躯高位的人也并不开心 而且他们难以进入房地产市场 也为自身的财务管理而忧愁 于是Nicole在两份工作之余 也设法获得了她的房地产许可证 开始出售房屋 赚取佣金 对于这些钱 她小心翼翼地存了起来 25岁的时候 她已经存了10万加元 她没有等到还清自己的学生贷款 就开始投资 Nicole将15000加元投资到了一处 她认为被低估的住宅中 她也没有选择将它租出去 而是自住了两年 两年后卖了这套房 获利15万加元 大多数人认为 购买装修好的房子是一种投资 但是实际上可能是一种负担 与其购买新的东西 不如利用好自己已经有的东西 通过这种投资 她在32岁的时候 净资产达到了300万加元 她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35岁的丈夫 一个3岁 一个1岁的孩子 她表示 自己的生活自由自在 她希望自己在40岁之前可以退休 甚至她的丈夫也可以一起提前退休 回顾以往的经历 以后认为 自己毕业后做了很多兼职 以为这能给她提供安全感 但是这只会让人身心疲惫 她建议 学会通过谈判来增加工资 最大化自己当前的收入 而不是延长工作的时间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我想要尽情地享受它 而不是成为每时每刻都需要 不停地跑步机上奔跑的人 她说到 据National Post的报道 一个独立委员会表示 代表政府大楼运营和服务的于 10400名联邦公务员的工会 要求在未来三年将总薪酬提高47% 这一要求远远超出了合理范围 据报道 委员会在上周一份新的报告中发现 加拿大公共服务联盟 PSAC与充当联邦政府雇主的 加拿大财政部秘书处TBS 在新合同谈判中提出了不现实的建议 委员会特别提到 PSAC提出的各种工资和非工资建议的总成本 根据财政部的计算 三年内增加约3.71亿元 增幅47% 报告没有列出成本的明细 但非工资提议的一个例子是 将加班费从每小时工资的1.5倍提高到2倍 这份由三名专员签署的报告写道 工会的提议在本应相当深入的谈判阶段 显得不现实 许多建议都没有重点 将导致薪酬远远超出合理水平 PSAC没有立即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据报道 目前劳资关系正处于僵持的状态 双方都指责对方在谈判中怀有恶意 PSAC最近加大了压力 宣布对包括运营服务员工在内的12万名会员 进行罢工投票 另外代表加拿大税局的3.5万名员工的 税务雇员工会成员也在投票决定罢工授权 税务员工要求在三年内加薪30% PSAC工会全国主席Chris在一份声明中说 联邦公务人员在加拿大人最需要他们的时候 一直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 现在政府需要为工人们而存在 当政府拖延解决问题时 我们都会付出代价 但政府表示将局势工会的错 工会早在去年5月就宣布谈判正式陷入僵局 工会的要求将使未来三年花费近100亿元 财政部秘书处向联邦公共服务劳工委员会提出申诉 称工会违反了诚信谈判的义务 财政部称 PSAC辩称要求的是每年涨薪4.5% 但这没有考虑数百项基本工资以外的要求的成本 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Michelle1月31日在下议院的质询 要求联邦政府对浪费纳税人金钱作出解释 根据加拿大检疫法 卡尔加里机场威斯汀酒店 于2020年6月22日被指定为检疫设施 从那天起到2022年10月合同到期 联邦政府总共向酒店支付了2680万元 以便被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的乘客提供隔离服务 该酒店不是政府在2021年后 强迫乘客自费预定三碗酒店 等待测试结果的设施之一 除了支付给酒店的款项外 联邦政府还向安保公司支付了170万家元的安保费 4.1万元的医疗运输服务费 4600元的巴士服务费 另外还向加拿大红十字会支付了150万元旅客支持服务费 和110万元的清洁服务费 除此之外 联邦政府还支付了3.5万元的维修费 在过去两年半中 加拿大政府为卡尔加里机场威斯汀酒店住宿和服务 总共支付了3130万元 总共接待了1490名乘客 人均花费2.1万加元 而该酒店正常入住价格每天不到200元 在疫情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 国际航空旅行到港仅限于4个城市 卡尔加里 温哥华 蒙特利尔和多伦多 这意味着有更多这样的酒店和更多的浪费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